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在中国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习近平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 声称要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声明中多次点名批评美国 扬言要加强协调配合 应对美国的敌对政策 美国白宫回应说 中俄联合声明没有新意 美国不能接受中国企业 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 5月16日 在回应记者有关普京访华议题时表示 中共不能寄希望和欧洲与其他国家 建立更好的关系 同时又继续加剧 长期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 他说共产中国不能予以雄掌兼得 中共在今年两会上宣布的新一轮超长期国债 5月17日开始发行 据称首期国债期限30年 总额400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 中共企图通过发行国债保持经济增速 但实际上是否能有效刺激信贷 还难以预料 大陆民众则表示 目前中国企业到处是倒闭潮 老百姓也面临失业潮 已经名不聊生 大家都无紧钱包 不可能去买国债 还有专业人士提醒 中共高压统治已经到极致 民怨四起 中共的统治还能维持多久 也很难说 买30年国债 可能血本无归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北京与中共党魁会晤 双方签署关于生化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外界认为 普席会正考验中俄关系 双方都想从对方得到想要的 评论指出 中共跟俄罗斯 在过去传统上的不信任港还是存在 而中共想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 继续走钢丝也越来越困难 普京5月16日清晨4时搭乘专机抵达北京 开始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当天普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谈 双方签署一系列双编文件后 一同会见记者 中俄两国元首再次上演 他们所谓的无上线友谊 学者认为中国算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盟友 所以普京连任之后 第一次出国就迫不及待的再访中国 目的是积极拉拢战略伙伴支持俄罗斯 突破目前的国际孤立 现在被西方制裁的俄罗斯 以及被西方国家围堵的中国 中俄之间的这种合作暴团局 像这是可以预期 这也是中国跟俄罗斯 在全力平衡的滋味之下 反制欧美国家必然的措施 所以在地缘政治上 我们逐渐可以看到中俄的陆权 跟美欧的海权竞争对抗的格局 持续的形成之中 看起来普丁现在是习近平的小弟 两种说法都会痛 但是基本上可以看出来 他们两个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的高 特别是最近拜登政府又提高 对中国不管是军工产业的公司 还有包括一些高科技的 还有电动车的制裁跟关税 这个面向又非常的大 也就是说两国都处在一个跟西方对抗里面 都需要对方来取暖 都需要对方来支撑 虽然现在看起来俄罗斯 对中国的需求比较多 但是中国也同样需要跟俄罗斯结盟 双方签署了关于深化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提到 双方将深化军事领域合作 扩大联合军演和作战训练规模 商定提升双边贸易 融资和其他经济活动中的本币结算占比 大家非常担忧的就是 即使他们经贸的合作 也是指向军事的合作 因为经贸合作成功了 那么俄国的财政就可以继续 对乌克兰的战争就可以继续升级 对整个欧洲的威胁也可以继续提升 同样他在他的很多声明里面 也提到东亚 也提到北韩 也提到中东 然后他们的军事演习也要再升级 再加上经济上更密切的合作 我想这个对西方世界 民主世界或者整个全球来说 都是一个不好的讯号 克里姆林公在5月12日意外宣布 普京其名善于经济的文职官员 安德烈·别洛乌索夫 替代邵伊古的国防部长职务 从这个事件里面可以看到两个征兆 第一个就是说 他用经济学家来规划战争 表示基本上他对俄务战争 或将来未来的发展 显然是一个比较长期跟扩散的方向 表示说怎么样从财政的角度来看 让降低成本 让战争的长远性能够延续 财政能够支撑 这显然是这个新的国防部长 比稍一股来得有优势的地方 另外一个这个副总理也是对华的专家 这次普丁也把他带到中国去 那就表示其实在经济跟战略上的合作 将会跟中国更加的密切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钟志东博士表示 因为现在欧美西方国家 跟俄罗斯切断经贸联系之后 中国变成俄罗斯的一个选项 中共借机购买俄罗斯廉价的石油 天然气还有相关的原料物资 大量的把中国制造的产品输往俄罗斯 不过因为过去历史的因素 中俄之前存在的不信任感 还有经贸上面的议题依然存在 中国跟俄罗斯在过去传统上的不信任感 其实也是存在的 中国的对外扩张主义在中亚一直 传统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 中国正逐渐加强它的原理效果 当然现在俄罗斯是选择暂时把它搁起在一旁 这些当然就会随着假如整个俄乌战争 有达成最后整个停战之后 然后整个俄罗斯假如能够 跟欧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的时候 当然传统的中俄之间的一些矛盾 也会再次的普面上 德国之声的报导认为 俄罗斯已经成为北京的负资产 中国要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继续走钢索 越来越困难 随着美国加大力度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 来重塑全球供应链 美国也大幅增加了从越南的进口 而越南大部分出口产品 则依赖中国进口项目的输入 有评论认为 越南向美国出口激增的背后 是有中企在习产地 路透社5月16日引述官方数据和专家分析的报告指出 随着美国透过提高关税 加大力度减少对中国的贸易 美国也大幅增加了从越南的进口 而越南大部分出口产品依赖中国进口 中、越、美贸易的激增扩大了贸易失衡 去年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接近1050亿美元 是2018年川普政府首次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时的2.5倍 目前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和供应链专家的初步估计 证实了这种日益增强的三国贸易共生关系 这些数据和分析表明 越南的对美出口激增 与从临近中国的进口紧密相关 近年来 越南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额 与对美国的出口额及数量波动完全吻合 世界银行初步预估 这两者资金流动的关联性高达96% 高于川普执政时期前的84% 专家们表示 中国企业利用越南来规避美国政府课征关税的行为 可能会引发美国对越南征收关税 现在对越南征税实际就是美国的方式 但是直接越南也正确 转到越南也没用 美国贸易数据显示 去年美国从越南进口的商品超过1140亿美元 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时的两倍多 同时自2018年以来 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额减少了1100亿美元 而且不只是越南 北京还会利用墨西哥或南美洲的国家 像巴西等等 甚至于是非洲的国家 来进行这样子的规避的工作 只是墨西哥或者南美的话 中国企业要迁到那个地方去 需要迁厂的成本跟时间 可能越南会比较快 不容易被发现 摩尔本王家理工大学 越南分校供应链专家阮红表示 在纺织 电器设备等关键产业上 越南承接了中国60%以上的损失 但数据显示 越南出口到美国的 大部分产品的零部件都来自中国 那一方面 这的确是在洗产地 有一部分应该就是在洗产地 因为贴上越南的标签 美国就比较容易让这些产品进口 主要的就是纺织品 越南出口到美国 是纺织品跟电器产品的零部件 所以现在比较关键的部分 可能是电材品跟零部件的部分 因为如果是中国出口零部件到越南 然后越南把它组装成一部分的产品之后 再输往美国的话 那这可能到时候就会有治安上的问题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 2022年 越南出口到美国的主要产品 及电子产品中 由进口零部件组装的产品 约占80% 而越南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三分之一的进口产品来自中国 主要是电子产品和零部件 记者直击 疫情下大陆农村山区处处兴焚 中国大陆疫情持续四年多 中共一直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 无数人染疫后 没能及时对症下药治疗 留下各种后遗症 日前大陆民众纷纷揭露 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反复感染 久治不遇痛苦不堪 农村山区到处是新焚 5月16号 福建民众陈泽斌发布视频 讲述自己感染新冠的情况 许多网民也留言说 自己反复感冒 咳嗽 嗓子痛等感染疫情的症状 还有多名直播主发布视频 讲述中国发现新冠变异株 也有大量网民留言 披露自己染疫备受折磨的情况 新冠期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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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住那些 在80%以上都是 经常看不好 经历很差 经常感冒 花烧 养育力啊 各方面都不行 反正就是这里的病 那里的病全部都出来 一些看也看不好的 又又很贵的 没什么效果的 他们去排队 排排都排不上的 现在虚实的 大家都不敢说 不敢说你那个草窑怎么样 又又会被抓 多地民众披露 身边人反复感冒咳嗽 到医院医生不检测 就当感冒之 导致不少人过世 我前两天还发烧感冒了 到医院看一眼就不好去 下两年吧 死因死的很多 我估计还是疫情的事 就是不新冠吗 我们这玩意少 经常有少的 今年得有二十来岁 这两年得还不走个四十岁了 都是五十来岁的就死了 严先生说 农村可以土葬 现在山区到处都是新增的坟墓 他那也要火葬 火葬给了两个钱 完了就是土葬 大部分都是土葬 经常有食饮的 新村家坟墓 这个山区到处买 我估计都是大云要打 打完之后 这里没劲 发力 大部分都有费息 也没人管的 反正也知道 直到也没人说 反正是天差大家死的这个想法 河南浦阳农村也是处处添心坟 现在我们这里心坟 我们这有殡影馆透霉的多 就是多火化 透着下地霉了 火化少当费1400块钱 火化一共还得霉 还要起飞呢 就是死人多 黑龙江奇奇哈尔民众张先生说 现在随地倒的现象很多 最近他碰到好几起 这个趋势太多了 这个 这广那个倒地 我都自己又去碰见几分 因为120就忘了 前几天我一个朋友 他这一叔叔 我上两台求瓶饮料 完了就不行了 做ICO就死了 白费死的 朋友家老银 呃 去世说到火炸厂去看 是因死不少 多大宿都有 还是年轻人的 老银都打疫苗的 也都没了 多地民众披露 近期周围突发疾病 不明原因猝死的特别多 就是我周围起发老师 也没得死去问 老家什么都觉得是该死的 这几天他死了过我嘛 都是露气是谁那种 如果有个朋友的玩儿 就在宁关医 这段时间精神加班 就是精神 或者都喊了加班 现在在老家那边有 这个老年人啊 这些有五十多的 有六十多有七十多有 然后跟宁关医生说嘛 那些老人呢 平常都提好啊 平常就是矿道了 就不行了 之前也有多地民众表示 新冠后遗症 和打新冠疫苗后遗症 导致人们患上癌症 心梗 腦梗 糖尿病 白血病等各种怪病 甚至猝死 知道有死人多 老年人多 年轻的也有 年轻的 三十多次 那一个水上外的 四三个 就是 滑烧 嗓子疼 咳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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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医院的人都不少 医院 常年生意都好 我是开小店 生意 下降很多 经济特别不好 相当不好 人都没有 反正是很多不晓得 全新来的 2023年1月 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曾提示 中国疫情三年多来 死亡总人数已超过4亿 这波疫情结束时 会达到5亿 同年8月 李大师再次警示 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 以及那些盲从中共 维护中共 为中共卖命的人 目前死了很多人 包括很多年轻人 下面我们来关注 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中国民间网络歌曲创作者徐林 因涉及网络言论 5月16日 被广州市南沙公安分局国宝带走 到17日晚间记者发稿 仍未获得自由 据徐林妻子向有人披露 国宝把徐林带走后 又抄走了她家的电子设备 徐林两周前 曾在社交平台X上发表声明 说她不相信中国法律 如果死了一定是中共害死的 朋友猜测 徐林这次被抓 可能与发表声明有关 北京朝阳区北花园小区 因物业乱收费 引发业主不满 5月16日 业主集体抗议 遭到警察镇压 至少避人被抓走 福建省农民王秀英 向中共最高检察院 举报福建省政府、法院、检察院充当推手 通过奸商、抢劫百姓财产 在侵启银行贷款 要求他们监督 但对方给的回复中 说案件不属于他们管 将材料转给了福建省高院 5月8日 黄秀英收到福建省高院回复 说证据不足 不能审查 广东珠海白礁镇盖山村村委 细自出卖土地 引发村民不满 5月16日 村民到相关土地上阻止施工 双方发生争吵 由警察到场戒备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高阶成员集谋理师和珍妮沙辛 5月16日提出了一项决议 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及其合作伙伴的类似政策 不等同于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 共和党参议员吉姆李施 与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辛5月16日 共同提出一项决议 顶回中共长期以来虚假叙事 也就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代表国际社会同意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李施在声明中表示 1971年联合国大会 通过第2758号决议 不意味着世界接受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称 而且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不同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 中国领导人知道这一点 但是却散布这种宣传 否定台湾与国际组织接触的能力 这项决议澄清事实 美国能够而且应当在每一次机会中 顶回中国的虚假叙事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是1971年通过的 承认中共政权的代表取代中华民国代表 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决议当时解决的是联合国里面中国代表权席位的问题 但没有关于主权的表述 这2758号决议文主要就是 解决这个中国代表权 谁才能够代表中国 但这个决议文 并没有处理有关 台湾的主权归属 还有中华民国的 这个国家身份 Stateful的这个议题 而中国它不断的用 应用所谓的2758号 然后来跟所谓它一个中国的 论述相连结 实际上并不被国际社会 多数的接受 中共声称 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并遵守它的一中原则 不过新加坡学者庄家颖爬出各国官方文件后发现 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之中 只有51个国家服营北京的一中原则 其余多达四分之三的国家 都是出台自己的一中政策 来模糊回应北京的论述 美国众议院去年7月 无意义通过了《台湾国际团结法》 再次厘清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并非中共长期以来的虚假叙事 之后参议员们也跨党推出了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 目前仍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之中 而这次参议员们再推出跨党决议 中智东博士认为 相较于美国行政部 在台湾议题上相对保守 美国国会更想掌握主导权跟话语权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修法表态 对台湾国际参与的一个支持 然后将美中在台海上面有关 一个中国的问题的这个旗舰 公开明在在法律上 然后来介于这个约束行政部门 在台湾主权的这个立场上 中共一再要求各国遵循它所谓的一中原则 其实不仅涉及台湾也影响国际社会 中国它所谓的一中原则 它阻挠台湾的这个外交关系 还有国际的这个参与 它主要的目的是在于 要把台湾议题中国内政化 而进而对台湾进行所谓的这个外交孤立 然后来反制国际社会 介入台海安全的这个可能性跟正当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 意识到中共的威胁 以及台海和平对国际的重要性 美国和理念相同的国家 因此提出共同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守护区域和平 中国民众表示 中共的腐败让善良的人都远离它 他们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来看他们的声明 秦金石说 共产党因其制度腐败 指导思想腐败 人类天性善良都不会加入他们的 他们只能通过谎言与信息控制 欺骗善良的中国人加入其中 并以邪恶腐败的思想和手段 侵蚀残害加入的成员 今明昔自我本性与邪党本质 声明三退 从此共产党遭恶暴时 再与自己无关 正言说 我是中国大陆居民 因为上学工作 为了获得好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现认识到中共邪党 对中国人民及世界的危害 特此声明 发誓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 少先队等曾参加的一切中共组织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